燈 怎麼要放呢 拜託 到駕訓班學開車速度緩慢 不時走走停停 每個動作都得小心翼翼 以這間駕訓班來說 每年報名人數約3到4千人 多以18到24歲的年輕族群 為主要對象 想說趁學生的時候趕快考 不然以後工作的話 怕會比較趕時間 等工作穩定 然後有需要 然後有足夠存款的時候 會決定要買 周遭有聽過自己有車的 大概只有一位 他們可能是利用 因為台灣的交通線很方便 例如說一些租車的公司 他們都有提供這種服務 所以學生年輕人拿到以後 他其實大部分想說 我要自己先出去玩 學開車不一定會買車 是Z世代的新趨勢 因為就算拿到駕照 也不見得有能力 養得起一台車 因為台灣其實年輕人 他並沒有這麼大的經濟能力 去撫養一部車 例如說他有一些保險 或是一些油費要處理 那其實他並不會擺在那邊 因為車其實擺在那邊 他就是要損耗 那例如說 排照費 燃料稅 他每年固定要繳 那我用不到那麼傾心下 我可能就是用租車的方式 來滿足我現在目前的需求 Z世代不再認為買車 是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根據外媒報導 在1997年 當時20到25歲的美國人 高達9成都有駕照 不過到了2020年降到8成 而且16到17歲擁有駕照的比例 在同一時期也下滑近20% 而在我們台灣也面臨相同情況 其實我想以台灣來說的話 台灣車價現在其實非常貴 那相對於年輕人的所得來說的話 其實近幾年沒有大幅的提升 所以購車變成了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再來就是 隨著網路世代的風行 各項資訊取得越來越便利 那交通的設施其實也越來越完整 所以如果住在都會區的話 其實沒有太多開車的必要 目前就是可能預算不夠了 那第二個就是 可能台北市比較不好停車 所以就目前還沒有夠車的打算 Z世代之所以不想開車 新車價格水漲船高 負擔不起是主因 另外轎車平台新盛 隨扣隨到 免去照顧車輛的麻煩 若真的有用車需求 共享汽車隨租即用 不必租整天CP值高 年輕人心態上逐漸改變 降低買車考駕照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買車這件事 不同世代的人考量的重點 及喜歡的車款都有所不同 像是Z世代的年輕人 除了在意售價之外 車輛的外型 及是否有實用的科技配備 也都會列入考慮 畢竟年輕人還是經濟為主 所以我們的油電車其實賣得不錯 因為在油耗表現上 高於油車非常好 都有全數域的ACC的部分 那現在方向盤的右邊 這一塊都可以做操縱的使用 業者表示 Z世代手購俗 若有購車預算 大多偏愛購買油電混合車 不過全球車用晶片 嚴重短缺 通膨缺車都助長新車漲勢 也讓車代金額狂飆 根據統計 新車平均貸款金額 從2020年還不到百萬 但到了去年 一口氣飆升到111.1萬 光是這兩年就增加了17% 車代足平均每月還款金額 更首度突破2萬元 車代金額越來越高的原因 當然跟車價大幅上漲是有關係的 車價這十幾年來 因為法規要求的關係 比如說排氣法規 安全法規 這些都使得車價大幅的上漲 另外在消費者對於車子的要求方面 其實也越來越多 比如說現在先進駕駛的輔助系統 非常的普遍 所以當然也會造成車價的上漲 當生活成本飆漲 晚婚又晚生等因素影響下 歷史代把車子視為服務 不再是生活必需品 TVBS新聞 問肖依強劉燕軒新被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